杰尔斯·达尔文 李宗盛 这个人的职业是侦探 学生物的同学你不要笑 他是世上最有名的世家侦探 他发现了上帝造人是一个谎言 这样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查尔斯·达尔文 他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 是进化论之父 他的一生中有非常多的著作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 那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 距今已经有接近160年的历史 但是到现在为止 无论是公众还是科学家 一直都会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及其进化论 有着各种各样的误解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一位学进化的师兄 有一次去问我们的老师 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篇文章 老师就问他 说我看到了你第一篇就演了《物种起源》 你有没有看过 他说看过啊 老师说既然你看过 那么你能告诉我《物种起源》的第一章是什么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物种起源》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物种起源》的第一章是什么 《物种起源》的第一章是家养条件下的变异 有很多人知道家养条件下的变异 是达尔文设立的第一章 但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达尔文把它做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也不是说了吗 正确实是从海里面的第一章是一种 一个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